亲爱的战友们好 10月24日文贵在彭斯副总统 在这个Wayson Sun中心关于中国政策 演讲后文贵在这块乱讲乱聊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因为我刚才是有这个凯琳 美女凯琳美女港妹在现场做翻译 本来我在这因为今天有欧洲来的战友要开会 所以我在楼上就开会 边开会边听 同时也有在华盛顿以及国外的很多战友 把有关的一些观点也发过来 同时我也在看咱们战友们在下面的留言和观点 所以说一心四用 一心四用同时开会 然后还花了几百万美元 还花了几百万美元 这个这个这个同时 所以说文法 叫文法 火星点点 言中话数 MN 刚才战友们对一些留言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惊讶 很惊讶 惊讶的是什么 我们战友的素质真的是在提高 我们战友的对待政治和重大事件的问题和观点 正在升华中 完全跟过去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刚才听到这个我们的港妹的翻译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战友们下面的留言感受颇深 短短的两年时间我们网络上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大家是微真不破讲真话 第二个不讲粗话 文革七雄 加给七雄 赵云 都看着了 都看着了 如梦初醒 那么战友们的对事情的态度 情绪 观点 和网络上的文化素质 充分地体现出我们爆料革命 带出了一片社交媒体的好风气 真 善 狠 过去 上来就是骂的 就是骂 没啥观点 就是骂 再一个拼嗓门大 拼说话狠 拼谁胆大 敢胡说八道 拼无知 看谁敢胡咧咧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从今天的直播 能感受到 真的是 我们战友们素质在提高 政治素质 看问题的角度 对待别人的尊重 都在巨大的提高 这是真是了不起的 从这点上看 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会很快的 让中国回归到正规的社会 恢复到我们几千年的文明 那个层面上来 那么说到热的时候呢 我想说一下今天 关于彭斯副总统的演讲 没有看到战友们 我失望 我失望 被收买了 彭斯副总统又完了 这个 一副牢骚 好像是彭斯副总统欠我们 好几万斗粮食 彭斯副总统不替我们去拿棍子 去砸习近平 砸王岐山脑袋去 好像就不够意思 美国不说马上开战 好像就不过瘾 然后美国要不说 今天把香港就封港 航空母舰派去就不过瘾 没有这样的话 而大家很平静 在看这事情 说不要看他说啥 是看态度 还有一个 不要看他嗓门大小 要看内容 不要看他说得多好听 要看他里边有什么样的决定 战友们 这个看待问题的办法 就让文贵太尊重了 这个文贵就是舍命赔几百亿 跟大家干这场爆料革命也值 就是有这样的兄弟姐妹 有这样的战友 值 让我感觉到幸福 按祥脑的幸福 祥脑的幸福 就是舒服 是不是 你要是遇到一群 就像韦石熊县民郭宝胜 你这帮畜生是不是 满嘴呼咧咧 你看那个左膀样是吧 你就窝囊的话 你觉得为这种人干啥事 你都觉得难受 昨天晚上有一个战友给我通电话 说他们最近老开会 韦石熊县民 还有夏业良 还有那几个窝里窝里 不是那些流氓骗子们 在一起开会 想这招想那招 经常在智刚餐厅 智窗餐厅开会 几个蟑螂 在智窗餐厅开会 研究研究 怎么对付大象的事 很滑稽 不止一谈流氓 土匪极为低级 互相欺骗 味几根油条 就能把自己的 下几辈的命都卖了 就甭说自己现在的命了 那么我们的整个 爆料革命到现在 带出来的这种 文化 和看问题的角度 和我们现在 要灭共的目标 相匹配的素质 那是很关键的 就是刚才战友们看到 彭斯副总统演讲的时候 非常关键 说实在话 在今天他演讲前 我得到的各种信息 都是负面的 负面到了不行了 就觉得今天这个演讲 就不是说 给中共要什么灭中共了 对付中共了 基本上就是要给中共 就要低头了 这个是让我当时我很惊讶 特别是美国的几个极端的战友 我就不说谁了 我就不说谁了 那个 你再说文贵 你会很失望的 说好听是个平衡演讲 说难听就是认怂了 还有跟我说啥 美国朋友说 Miles He must give up 完了放弃了 然后说 Oh he sells Hong Kong 把香港给卖了 但是我就听了一开始一讲 只要他一讲 我完全一下子就放心了 我一下子就放心了 现在有三个问题 大家要对着去看 第一个问题 北京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 内部的政治斗争 中共的统治下 绑架下的中国经济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所谓的无脸 互联网世界互联网 无脸大会 26个人站在主席台 下面十几个人演讲 下面十几个观众 美国总统第一次说中国的经济是负数 你如果说习近平敢说美国经济负数的代价是什么 大家想想 那是多大的事 敢说的是经济的负数 然后中国银行 从前天昨天到现在 中国各地区的商业银行 打七十家 要申请清盘破产 网上公开说四百家房地产 要清盘破产 事实上打三百多家 这三百家都是有头有脸的 如果说地方上没头没脸的 达一万多家 中国你们知道多少家房地产公司吗 在政府里挂了号的有开发项目的一百多万家 不挂号的叫房地产公司的有点小项目的三百多万家 就中共的经济完全是搞泡沫经济 吹泡沫吹到所有人都想赚几百万几千万 吹掉了理想 吹掉了未来 吹掉了所有人对社会对经济对金钱正常的看待的方法 所以说中共现在第一个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中共的政治斗争已经是剑拔弩张 直接要拼刺刀了 我再告诉大家 共产党内部的事情 美国人掌握的比共产党可能还清楚 高层的 不能说是全面的 其他方面不见的 美国人现在针对共产党政治方面了解情报排在第一位 军事情报排在第三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的经济 美国今天彭斯总统的演讲完全是建立在对中南坑要打仗内战 中国经济要崩溃 这个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所谓内政 内部心脏 中共自己得癌症了 要死了 死悄悄了 梗儿屁了 梗儿屁了 梗儿梗儿屁了 这是他今天演讲的第一个核心基础 那验证了我们彭斯副总统和美国政府官员知道共产党歇菜了 所以今天的定义里边都是对中国人民和香港人民极大的安抚 共产党你要死了可跟我们中国人民你可记住啊 跟我们美国没关系 是他们自己干的 这个经济崩塌了也不是美国让弄的 是他们自己的事 香港的事情 我们不是黑手 是共产党自己做的 台湾的问题 那更是他做的 我们美国是被害方 被偷技术 知识产权 威胁台湾 搞南海 搞扩张 一带一路 威胁美国 在美国体育教育文化各方面 都威胁我们 而且忘恩负义 是美国支持的一个发展结果挑战我们 还偷我们东西 这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 大家刚才看了没有 刚才在美国政府的这个官网上 这个网是要付费的 大家可千万别乱转播 你一转播你就死了就被关了 百分之九十都是 具有跟亚洲有关系的 和中国人看的 这个他这个演讲没多少美国人看 百分之九十多 这也创造了历史之最了 中国人关心台湾人关心 香港人关心海外华人关心 美国极少数人关心 所以说第一个圈 是他的演讲是基于对中共的 政治经济 各方面充分情报的把握 做出这个演讲 第二个圈 大家一定要看到 刚刚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 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岐山在日本 跟日本政府掐起来了 日本政府你看 安培俊山给王岐山那脸了吗 晚到 安培俊山晚到 拉着脸 那可不是对川普总统那个笑声喝的脸 滚到沙滩下 上来还鞠躬感谢 然后川普总统问他 你为啥你走你滚下去 还对着我笑吗 因为你占我便宜 占了我35年了 然后安培说是是是 但是你看安培俊山对待 王岐山的脸孔了吗 包括他去北海道那礼遇 王岐山的表情和情绪 在日本也能看到在地狱般的痛苦 为什么 日本明确告诉你了 我给你王岐山说得很清楚 你想用我 没问题 我让你用 但是你想这 提起裤子不认账 你想不说不算数 用得着我说你来了 开灯进屋 用不着了你把我灭了 甭来 第一核心问题 东海怎么办 2006年的东海开发算不算数 钓鱼岛南海的问题 你想怎么办 你甭跟我说 不是咱马上就行动 第二个 日本的农收物怎么进中国 另外一个 在中国大陆日商投资的 几千亿 你钱拿不出来 你老给我人民币 那不行 我要美元 我要结算 再一个 再一个 中共逮了 这日本十几个人 所谓的间谍罪 你马上放回来 你不放回来别再说 最后 又给日本人 日本又明确 这几个问题你说不清楚 你所谓的 南海 中国九段线 我也希望你给我澄清一下 王岐山还想给他讲述了 就是 拿屁绷的满脸花 喷一脸屎 为什么 日本和美国不沟通 他敢这么说话吗 他敢这么讲吗 他不敢 严格讲 这次王岐山回去肯定吹牛叉 搞定了 日本搞定了 完全搞定了 桌子底下啥都跟我说了 什么都承诺 习主席到日本去 春天访问 最高待遇 一定是 他是能多活一小时 就多活一小时 能多喷一小时 能多喷一小时 多喷一小时 把四中权威呼隆呼吸再说 在日本惨败 这还不拉倒 印度在干嘛 大家看到昨天印度在干什么 印度的几个退休的国防部长和军人 在印度撰文 公开说 无论是中东 无论是北非 无论是马六甲海峡 还是 都容不下中国一个军人 甚至连中国的军人的影子都不能出现 一旦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 印度就明确说 我们要做好打核战的准备 把中国和北非 马六甲海峡 不可让中国和北非 宁可和巴基斯坦全面和解 无论是马六甲海峡 也不能准备 你可骗了点钱 中国国家 尽管这八十四产 今天投资演讲了 提到中东 也不与中国国家 中国军队 海外扩张 尽管这些全面和解 哎呦 大家也不明感 我可知道他在这一切 别忘了 接下来就是一手机 美国将在这地方大型的大型 马六甲海银怎么调得给你中国 骗了点钱 这个行动可不是一般的行动 今天投资演讲了 提到中东 也不与中国军队 大家海外扩张 尽管这些全面和解 在提醒重音了 哎呦 大家也不明白 我可知道他在这 凯琳 别忘了 港妹 就是 有人说你们重音了 怎么回事 应该没有 那是自己的事了 你俩冤枉了呗 这重音是谁呢 英快小哥也说重音了 我要国政府回音回音回音 我越说兴奋的时候 你俩就给我整点捣乱的事 你俩就给我整点捣乱的事 就给我整点捣乱的事 约翰逊在英国搞什么 现在最后在跟整大约的打呢 探到了希望 也与巨大挑战 但是欧洲议会 包括咱们的所谓的北约组织 第一次提出来 欧洲不仅防俄罗斯 也要防中共 全民灭共 全球联合灭共 自动灭共 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这是我说的 他今天演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打了去了 据我所知 不是我所知 我也告诉大家一定会发生 接下来对中共的企业 国企 涉及对新疆犯罪 在西藏犯罪 包括对中国人权侵害 包括在美国上市的 和美国接受了美国基金投资的各种基金企业 不仅你要提供你的信息 要把所有的人 进行到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就是叫脱钩 这是前所未有的 大家看到凯尔巴斯 在福克斯讲的时候脱钩 原来他天天想讲 让他讲吗 不让他讲 福克斯就是美国的CCTV 现在的CCTV 经济上重大的行动 对企业的惩罚 准备好了就是要脱钩 更重要的是香港 我们最关注的香港 今天 可以这么说 彭斯副总统讲的话 对香港超出了我们想象 对香港的态度非常明确 你必须是和平的 你必须是在不能划过红线的解决 我告诉大家 只要香港战友们能安全 香港人民能安全 在这种基础上谈什么才是人道的 我们不能希望香港人变成血流成河 变成炮灰 那我们比希特勒还坏 比王岐山还坏 这是为什么 今天彭斯副总统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来讲述香港 超过了台湾的时间 而明确了美国的立场 和下来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 在香港周围 在南亚 美军重兵布阵 在日本的几个基地 最近已经派出去大量的急救船 卫生船 大量的军用物质的补给 大家看到了 据我所知 美国政府明确的给中共来勾兑人士说 你敢在香港 你敢再往下整 你敢再往死子整 你敢再动香港人 你再过分 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取消你的自贸局地位 会毫不犹豫地给你港币脱钩 而且对你香港官员制裁 说实在话 他们跟这些人勾兑呀 咱大家都心理上不太舒服 但是勾兑的结果 可能对香港是好事 让香港少吃点人 少流点血 少一点伤害 把香港的五大诉求能满足了 这是好事 不一定要都让香港人去当炮灰去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第三条看到了 中共向美国承诺的 对香港五大诉求将进行满足 给予在世中全会后 进行全面支持和落实 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对香港人民一个最佳的选择 同时从爆料革命讲 可能有另外一层意义 我们都知道中共从来不兑现 但愿它这一次 别那么愚蠢 如果它要不兑现 那美国就跟它开看 有啥不好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的对中政策 彭斯副总统 川普总统 他们都担当不起失败 如果这回演讲 接下来再被中共耍一把的话 那么彭斯副总统 和川普总统的所有的信用 都将消失殆尽 中国和中共将成为它 十几个月以后的选举 最大的负债 美国人解决自己家里的最好办法 就是消灭敌人 而不是像我们很多咱们国内的同胞一样 给自己的懦弱找借口 给自己的敌人 给他找出一个他强大的理由 然后让自己全缩在自己的小窝里面 面对着墙壁痛苦流泪 美国人不是 你骗了我 你没有兑现 我就要灭了你 这才是美国人 所以中共它兑现了 对香港是好事 不对兑了对爆料革命是大好事 他们的勾兑结果 对我们来讲没有一点坏处 但是今天勾兑的这个痕迹很强 基于以上的三个考虑 美国内部的经济 美国经济的需要 和美国明年选举的需要 和美国内部政治的需要 以及美国脱钩前必须的空间和时间 做出这样的一个演讲 上三条 综合来看 这对美国的利益 是最佳的一个演讲 平衡的演讲 对待香港 是一个有效的 有实际意义的演讲 如果上去那大举着胳膊 谈口号 最后根本不会兑现 那不完蛋了吗 那不成了王岐山了吗 同时 根据中共现在内部的政治情况 经济情况 这个演讲对美国 对我们爆料革命是大好事 让中国老百姓少一点伤害 让中国老百姓不要再被操弄利用 忘掉了人偷你的钱 这边脱你裤子呢 脱你短裤呢 那边偷你钱呢 然后你眼睛盯着前面美帝国主义 转移你的四线 家里东西给损失更多 丢的更多 让中国人平心静气的看到 是谁的麻烦 到底谁再搬去石头砸你的脚 是谁到处搬石头砸老百姓的脚 是为什么到处炸的房地产公司的楼 是谁发明了P2B 是谁给你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泡沫 然后你再看到整个中南坑里边 头两天教育你的那些官员 怎么被抓的 审判别人的那些院长 是怎么被腐败抓到的 你还相信中共的院长吗 你还相信中共的法律吗 你还相信那高官说的话吗 那你就活该了 所以战友们综上所述 今天的演讲 我们感觉的是非常好的 战友们是冷静的 学会了辨别事情 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灭爆 这个小组所有采取的一切愚蠢的行动 都让我们大大的提升了 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知 我们的爆料革命 将生日化到另外一个层次 灭共产党哪那么容易啊 哪那么容易啊 你要觉得容易了 就自己有问题了 那现在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的喜马拉雅目标 现在老远的看着了 现在看着了 那距离走长近 那还远着呢 我们指望一个彭斯副总统 一个演讲 就把共产党给灭了 那是不可能的 指望美国把共产党灭 不可能的 只还得指望我们爆料革命 和灭爆小组的愚蠢的行动 最后要达到以共灭共 能让中共做出NBA 南方公园 香港杀人灭货 越货的这种愚蠢的行动呢 只有共产党 我们做不到 这就是以共灭共的核心秘诀 咱是明规则 明的来 所以说 共产党花那么多钱来说说我们爆料革命 有啥意义啊 咱都玩明的 有啥秘密啊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今天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接下来会有很多事情发生 谢谢战友们 在这关键时刻保持的理智 展现出的高素质 未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你们都将是栋梁 都可以竞选去了 水平太高了 文贵向你们学习 至于最高的敬意 我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 然后现在一起为香港同胞 新疆同胞 台湾同胞 西藏同胞 十四亿同胞 全世界人民祈福 全世界人民祈福 哎呀 小安当那猴啊 现在好了 刚才不音 你说没音 大家都说有 现在好了 咋回事刚才 咋回事啊 你耳术没有 大家都说有 哎呀战友们啊 每次结束的时候 都恋恋不舍啊 咱结束吧